是 捉拿捉酒 别让他跑了 是 把刀铁给我围上 关门打狗 九哥 你背包脚子了 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保护你姐夫去 姐夫 你干嘛呢 帝帅 我保护你呢 保护你姐去 姐 姐夫让我保护你呢 保护我什么呀 上你姐夫那儿去 你怎么又回来了 王铁飞 你姐怀孕了 保护你姐去 快去 好 小姐姐 你给假现场杀回来了 她在哪儿啊 南门大街 她在那儿干嘛 她在一个打货铺后面 朝那个得发咸鱼店的魏老板 谁行 李县长的太太也在 听谁说的 我刚才买烧饼的时候 听街坊说的 好多人都去看热闹了 这个李县长好在现在也去 就那儿太太 姐 你也看热闹去啊 小心抢子啊 我我我我我我干嘛呀 借把一用 驾 是我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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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想听那小秋月 侯局长 给钟阿九喊话 钟阿九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赶紧把枪放出来投降 否则要你死无全尸 钟阿九 你同伙的下场 你已经看到了 你现在是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你要是现在投降 你上路的时候 我还管你一顿饱饭 给你烧几张纸去 否则 你就是死了 就让野狗子给你收尸吧 李县长 这钟阿九不吭声了 你们张口闭口就是杀他 他能吭声吗 给他一些好处 跟他说五百大洋 两根金条 只要他出来都是他的 不行 他死有余辜 必须死 对 不能跟汉奸做交易 我敢给他 他有命拿嘛 啥不啥呀 李县长 您这是引蛇出洞啊 姐 姐夫看的是空投支票啊 怎么说阿 卓九 李县长 现在法外食安 只要你投降 就答应给你五百块大洋 金条两根 再加筹码 到保安团当营长 还让你当保安团的营长 李县长 中阿九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今天就是长了翅膀 也逃不出去 李县长 这小子想吃枪子吗 咱成群他得了 给我抓活的 我让他咬出内鬼是谁 上 上 你给我打 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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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算中阿酒医人了 别再让兄弟们吃亏了 你扔水榴弹 炸死那狗子的 扔水榴弹 别动 都别动 别动 都别动 别动啊 什么情况 你们 不是要有种手来吗 不是 干扔扔啊 别客气啊 来 扔 多久 看你阿娜还真是个下三烂啊 上回你拿孟小姐当挡箭牌 这回你又欺负个孩子 我真是替你害臊啊 胡局长 这不奇怪啊 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一个代伴儿的 就是一娘们儿 娘们儿才没他这么怂呢 他就不是人 是生口 我看他连生口都不如 废话是吧 老子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不然刚才说话了 站出来一个 给这孩子剃下去 要不然呢 赶紧给老子扛告 行 有种就把这孩子放了 我来剃 卫校 李太太 怀孕了 我去剃 魏老板 这属于本官管辖的地方 我身为父母官 我来剃 好呀 李先生就要来剃感情好呀 看见没 这就是为民作主好官啊 造福群众的好官 来来来来 过来 李先生 你不如去 这太危险了 对啊 李先生 这人杀人不长眼 替不得 建方 你去他替死鬼呀你 三强 在我后面待着啊 光去也是我去 王巧姑你想干吗呀 想让我老李家断后是吗 这武则县谁说了算啊 我说了算都让开 想出风了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 脑袋长吵了你 我去吧 等等 你算干吗地的呀 你能过来替替替替谁呀 你替边玩去 李三强 怎么着 敢过来是不敢过来呀 你们都听见了吗 他要的是我 武则县老百姓都盯着呢 我作为一县支掌 这是我能不去吗 都别动啊 保护好李县长的安全 装阿九 把孩子放了 转过去 李三强 是个汉子啊 走吧 装阿九 我看你身手不错 给日本人当狗可惜了 你到我这儿来吧 我重用你 除了县长 什么官随便你挑 你看要不然这样 我呢 赚得也不比你少 要不然你跟着我干 我赚的钱分你一半行吗 那你想要我什么呀 摩托车送老子出城 我不会开摩托车 没说让你看 找个会开的 那出城之后呢 各回各家 各找各忙 行 我答应你 谁愿意跟本贯一块去一趟 我去 姐 刘队长 你去 保护好李县长的安全 不会开摩托 松爆 何局长 让我去 我会开车 不行 这是爷们儿干的事 相信我 跟女人没关系 就让孔秘书去 就让孔秘书去 刘阳俏 诶 上车吧 翘 扔了呀 果然是个鼠辈 连了娘们儿 行了 闭嘴 探当 走 准备动啊 三枪 要当心啊 警方 你放你心里点啊 太危险地跟着 接着 这只包 真爱啊 这小子手一头 从来不留活口 翘翘就跟着手 走 让开 让开 开枪 都别开枪 当街找到李县长 进 都让开 给我让开盗 走 孟小姐这是干啥呢 唱戏 唱啥戏啊 手揉救驾 当了 当了 怎么搞的 阿九他们动手的时候 正好赶上李三强的 老婆也在咸鱼店 那娘们儿太厉害了 阿九他们 根本就找不到 下手的机会啊 要是那朋友 坏了咱们的事 那人呢 那两个被打死了 阿九挟持着李三强 还有孔小姐坐车出城啊 什么 小姐也跟着去了 是啊 当时 阿九要挟李三强 说要找一个会开车的 送她出城 可没想到 小姐却主动上了车 不是 我这妹妹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呀 你说这事 她跟着掺过什么呀 没事 有阿九在 温秀不会有事的 倒是这个李三强 这一次 在即远南逃流 行 就这儿吧 下来 下我就不下来了 本官就不送你了 以后别再让我碰见你啊 碰是碰不见了 我送送你吧 这是本官的地盘 我是主人 你是一客人 哪有客人送主人的道理啊 你想多了 我是送你去死 专家长 你是不是个爷们 是爷们 你就说话算话 赶紧走 什么叫爷们 有枪 有钱 那才是答应 枪在我手上 我说了算 你想要钱是吧 钱我有 我给你 别动 空小姐 忘了告诉你了 我钟阿九就是刷把戏长大了 钟阿九 你看你又欺负你 怪不得是一个有娘生没娘教的东西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 使点像给我让开 钟阿九 你信不信今天 你要是敢剁我一根枝头 我爹能把你剁了喂狗 那我就身杀了你 我看你剁的猫子 钟阿九 小心 孟小姐 专先生 没事吧你 没事 身上没有布鲁 快 别让他跑了 抓住他 追 姐夫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姐夫我是谁啊 鬼子都奈何不了我 更何况是一个毛贼了 我更何况是一个毛贼了 你刚才吓死我了你 你怎么敢和他做你 你怎么敢和他做你 我是县长 我不入贼窝 谁入贼窝啊 李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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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子有人接应 有人接应 咱不追了 小心中埋伏 孟小姐 你没伤着吧 我没事 幸亏是孟小姐出手相救 要不然今天我再来 我这条命就搁在这儿了 看来李县长跟孟小姐 是有过命的交情了 但 孟秘书 你爹送我把枪干什么呀 我爹说了 上回石娃子那事 的确是他的不对 他送您这把枪 就当赔罪喽 你爹他太客气了 他也是受了下人的蒙蔽 这事怪不得他 我爹还说了 以后啊 他会继续拥护县政府 拥护里县长您 你爹真是个石大体的人 对了 这把枪是东娘子 你爹是从哪来的呀 哦 这是前两年 他托人从汉口买回来的 哦 好 这把枪我收下了 替我谢谢你爹 对了 孟秘书 我还要谢谢你 今天要不是你 帮我挡了子弹 估计我就去了 李县长太客气了 这是我的分裂职责 对了 您让查自卫队内奸的事 我哥已经派人查过了 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 嗯 我知道了 姐 姐 你看谁来了 你还活着 我还没当爹呢 不舍得走 就想着当爹 就不担心我当寡妇 我死了你不正好改嫁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个没良心的 我哪对不住你了 竟盼着我改嫁了 要不是你把我往火坑里拉 会有人三天两头 用枪指着我的头吗 这不是火坑 这是革命的大熔炉 哎呦呦呦呦 你怎么不说这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呢 啊 反正你改造好了 我就不改嫁了 行了 先不说改嫁的事了 等我成了爹再说啊 你相公我今天威风吗 威风 像我男人 哎 手往哪指呢 那边是哪个男人 是不是喜欢上别的男人了 竟想下座的事 我是说你今天的座态像个爷们 我王巧姑的男人 就应该是你这样啊 那以后应该对我放心了吧 放心点了 但我不放心了 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 好男人女人都喜欢 我担心你被爷女人勾走了 我没有这么容易中招好不好 那可不一定 古书上说了 狐狸精勾给男人可有招了 他们 先是挖个坑 让他们跳进去 再把他们救上来 不少灌迷魂汤呢 我至于吗我 你怎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哦 对了 钟阿九今天 怎么没杀你啊 想杀来着 没杀成 孔秘书替我挡了一枪 没事吧 那后来呢 孟小姐来了 把我给救了 好嘛 好啊 武则县两个大美人都去救你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初奸哪 唱的是哪一出 咱们从你嘴里说出来 都是一股酸味啊 你啊 你啊 阿九脱身了 小姐也回来了 她也回来了 她没事 李三强死了 没有 她跟小姐一块回来了 这么好的机会 这阿九为什么不杀了李三强啊 都怪那个孟秋月 是她追到的城外 救了李三强 红烟是祸水啊 你为什么非让孔秘书陪你去 打了什么算盘 就是想试探她一下 试探什么 看看她是不是跟她爹一样 有通敌嫌疑 如果是的话 她肯定会帮中阿九逃跑 那试探出来了吗 她肯替我挡着一枪 应该没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装的 应该不会 如果中阿九杀了我 比她继续装下去更有价值 她不是汉奸 她爹肯定是 所以她送了我一把枪 说是她爹送我的 是一把王八盒子 她爹送你枪干吗呀 她爹估计是觉得 我们盯上她了 送我们这把枪 好让我们觉得 那枪不是日本人打的 而是她的手下 拿那把枪打的 老狐狸 对了 你就不担心 孔秘书跟中阿九是一伙的 把你骗出城 然后给杀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吗 再说了 我有这么好骗吗 你唱戏呢 枪都不会打 你不知道 我跟城隍爷 我们俩是拜靶子兄弟啊 一旦我遇到了任何的危险 城隍爷就会显灵 出来帮我把事情摆平了 然后什么事都不是事 你是被吓傻了 还是糊弄鬼呢 我就是在糊弄我的傻老婆呢 放心吧 我的心眼多着呢 没那么好骗 你这么一说 我就更不放心了 你这心里全是小九九 你要是勾搭哪个爷女人 我肯定抓不住白饼 这一次的尸首完全就是个意外 王巧姑和魏长林肯定还会造成诈 到时候我带人半路把他们给解杀掉 好 自从李三枪上任之后 我就一直在听到各种地方 什么时候各位可以告诉你 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大佐 红军已经从长沙撤回 我不主力开始陆续归队 不如趁李三枪还没有把保安团组建完毕 攻打武则现场 不 现在 还不是攻打武则现场的最佳时机 我们的连队本部 在这次的长沙战役当中 损失不小 需要修正 况且现在中国军队正在大拒反过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贸然发动了对于武则现场的攻击 中国军队 势必会很快支援武则现场 到那个时候 黄军就会很被动吧 那什么时候攻城 等战线稳固下来再说吧 中国军队也需要修正 等他们退回自己的方区 我们再发动对于武则现场的突袭 报 大佐 别对他们不能连 钟先生 到发挥你才干的时候了 说吧 武则现富含铁矿 但是你有中国人的采矿技术 太落后了 帝国特意从汉口派了一位高级的采矿专家 要提前对矿工进行培训 你是说让我抓人来给你们当矿工 你很聪明 难怪孔会长对你一直非常地上识 钟先生 你马上去够够抓两百个人回来 必须是身强力壮能干活的 说话不用这么客气 合作嘛 只要你们把我想要的给到我 抓人 杀人 好说 大佐 那魏昌理怎么办 还追向我 如果这次放过了魏昌理 等保安团被共产党控制 皇军再打武则现场 就麻烦太多了 谁说我要放过魏昌理 既然杀人太麻烦了 我们就换个办法来解决 他不是要去阁老汇取枪吗 我们就跟阁老汇打打交道 可是我们和阁老汇并没有合作 而且他们有反日倾向 中国人有阁老汇 地有 有黑龙汇 在长沙 就有黑龙汇的秘密制补 武藤君 你去一次长沙 请黑龙汇出马 祝我一臂制补 秀啊 我后可不敢再这么出风头了 你说说你今天多悬哪 一个大小姐去给土匪当人质 真出什么岔子 你让爹可怎么办 让你哥哥怎么办 你怎么办 将来我还怎么去见你死去的娘啊 爹 我不是出风头 我是为抗日出列 别看现在日本人蹦的的话 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是失败的 到时候 那些为虎作仓的狗汉剑 一个都不会有好下场 我不要听你这些大道理 我就不信了 中国这么大 少你一个孔家的闺女 抗战就抗不成了 荒唐 爹 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想 把孩子保护在家里 不敢出去打仗的话 抗战真的就打不下去了 这才是国之荒唐 兄 典型的读书读傻了就是 幸亏当时没送你去上这个学 你真想进保安团 真想 姐夫 行 等保安团招好了兵 你去带兵 想当什么官啊 姐夫 你都是个团长 我还不当个营长啊 胃口不小啊 一天兵没带过 就想当营长 行吗你 我怎么不行了 我跟我姐一样 打小就跟我爹进山打猎的 我爹说了 这带兵打仗和打猎 是一个道道 你要是带不好兵 我可是要砍你的头啊 再说了 姐夫 你不也没带过兵 打过仗吗 你还当团长呢 嘿 官奖一级 给我当连长去 别别别别 姐夫 我的意思是说 你虽然没带过兵 打过仗 但是你嘴皮子好啊 你都应该当师长 不 当司令 官复原职 多谢团长栽培 我去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能把人给我抓回来就行 抓回来的人 必须得能干活 老弱病残什么的就算了 队长 您看得抓多少个呀 每人每天抓五个 五个 对了 这可不好抓呀 现在老百姓太紧了 看到我们当兵的 都怕 就怕被抓壮丁 第一天完成不了任务的 躺老虎瞪神 第二天完成不了任务的 扣完你们这个月的薪水 第三天还是完成不了任务 把枪脚自己定输 记住了吗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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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愣着干什么 走 走走走 快 小心别被鬼子盯上了 到了黑石渡把大车扔了 坐船走 坐船走 你比鬼子还鬼 知道了 路上注意安全啊 别让我担心你 李先生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安全 把巧姑送回省省 那你小心点啊 我们都身经百战了 这点事不算啥 我让你小心点 别理我老婆太近 不然本官对你不客气 你说什么呢 走吧 早点回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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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书 今愿保证偿还孟秋月小姐六百元房债 限期半月如有为保证 天打雷劈万人唾骂 转世为牛马转世为鸡鸭 特立此句以表决心 保证人李三强 成吗 不成 白纸黑字红印 为什么就不成呢 你得画鸭呀 我这儿都签了字了 盖了红印了 为什么还得画鸭呢 那不行 万一你退了 再来一个又不认这个了 那我怎么办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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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你 胡搅满缠 谁也胡搅满缠呢 这次成了吗 我跟你说啊 李先生 这钱你能还就尽量早点还 拖了多长时间了 首先这钱不是我欠你的 其次我也没有钱 我也得去借钱 你还用借钱 你当官的没钱 没钱能当官吗 户谁呢 孟小姐 我觉得你啊 别唱戏了 你去开个钱庄 当老板娘 肯定不会有人敢欠你的钱 我不 我就要做你的房东 就要做你的债主 再说了 我开钱庄 我早就赔光了 这一笔账就拖那么长时间 可是你马上就会有一笔 白花花的大洋进账 那我就借您起言 行 您忙吧 我先退下来 请 孟小姐 在这儿啊 侯局长 有事儿 有事儿 李先生 嗯 孟小姐 找您有事儿啊 还不是欠她那笔钱 整天缠着我 烦都烦死了 哎呀 要是我能成天被孟小姐缠着 我就是倾家同产我也愿意啊 嗯 侯局长 您可真会说笑 要不这样吧 以后我让孟小姐来找你要这笔钱 您看成吗 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 哎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嗯 嗯 那个 哎 哎 哎我找你啥事儿来着 哎 姐夫啊 你说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是吧 我就没把你当两家人 那是 姐夫啊 她们都说一个姐夫顶半个爹 你说你都快顶一个了 吃喝拉撒什么的都想着我 这我姐嫁给你啊 我这小舅子也跟着沾光 说吧 有什么话就直说 不要拐弯抹角的 哎 对对对对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 姐夫啊 这保安团新招的兵还没有分队 你得先让我挑 挑胜了再给他们 想让我寻思呢是吧 哎 这好东西谁不往自己家里扒呢 再说了 咱们把好兵握在手里 等到时候谁要是不服你 咱们就揍他去 就这里哦 这好兵啊能打仗 等我带的队伍 我要是立了功 我升了官 这不你也有面子嘛 这才刚当上兵 就想跟我平起平坐了是吧 我我可不敢啊姐夫 我就当个副团长 我都烧高香了 保安团现在招了多少人呢 不到三百个 天天有人报名 你看吧 我就说老李家的祖先是李闯王 我李三强就是个当大王的料 就是 姐夫啊 我说的那事 这样吧 我来帮你挑兵 你来带兵教他们打枪 你看行吗 是 轻点 轻点 好 什么 去石牛寨 去石牛寨干什么 你看看 你看看 成天竟嚷嚷抗日 把个人情世故都淡弯了 你马师伯就住石牛寨呀 什么马师伯 马家和咱们家又不如亲戚 虽然不是亲戚 可比亲戚还亲哪 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啊 让土匪绑了票 是人家马家出的钱 请来冠军 才把你爷爷救出来 要不然哪儿有咱们这一大家子呀 不是我不想去看马师伯 李县长的功务实在是太忙了 我这个当秘书的脱不开身 再忙请个假还是请得了的 咱们不能不讲人情 马师伯病了 病得很重 您舅的那个孩子啊 老百姓啊都说您有担当 这不今天来参加保安团的后生 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 这当官如果没有担当 那还不如去当牛粪呢 这牛粪还能给庄稼施点肥 对吧 李县长 李县长 这么一大清早什么事啊 我来想跟您请个假 请假 十牛寨 三天 那个地儿挺远的 都快出县界了 我估摸着 路上可能要耽误不少时间 去这么远的地方 干什么去啊 相亲哪 窝口不灭何以为家 相什么亲相亲 那个十牛寨的寨主叫马王德 他是我的侍博 前两天我听说他病了 我哥和我爹要带我去看看他 哦 行 最近你也挺累的 就当是休息了 准嫁了 大爷 您今天多大啊 五十六 身体挺好 好 您老喘什么啊你 回报院长 我打小啊 就有 就有渲染病 好急了吧 行 我知道了 你别说了 你多大了 十九 十九 说实话 十七 十七 想蹲禁闭是吧 十五 十五 没枪杠呢 一上战场就吓尿了 我不 我爹当天做外卖 被日本鬼杀害了 我要替他报仇 铁锤 姐夫啊 看 兵我都给你挑出来了 这是第一批 后头还有呢 姐夫你行啊你 你把这些老弱病残的兵 都挑出来给梁英长是吧 你还真向着我呀你 都是你的兵这些 啊 我的 姐夫 你是不是还记仇呢 啥仇 我打你那次 早忘了 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啊 你没那么小心眼 你把那些老弱病残 都给我 是吧 铁锤 不是姐夫把你当成外人 我让你当这个营长 我已经很照顾你了 我再把好兵分到你那儿去 别人会说闲话的 别人会说我李三强 把保安团当自己家了 知道吗 这 你是县长 并且还是保安团团长 他谁敢说呀 别人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会说 这就跟小媳妇 过日子一样 如果咱们都把好的给吃了 让小媳妇吃稀饭 小媳妇能安生 跟咱们过日子吗 这家肯定会散的 那你也不能把那些歪瓜裂藻 全都扔给我吧 现在是歪瓜裂藻 以后指不定就是好汉了 那些老兵我交到别人那儿 我还不放心呢 为什么呀 别人哪儿训得了他们呀 只有你铁锤本事大 你会打枪 钻山赛豹子 你一定能把他们训练得 跟豹子一样 英勇无敌一个顶撒 滚黄他们给我是吧 那你要是不愿意也行 我去找梁锦诚说 让你们俩把兵换一下 就说你没本事 只会打兔子 没能力把那些捞兵训练好 因为你自己也捞 谁说我捞了 我就不信比他那姓梁的差 好 厉害 好好带兵 我看好你哦 乌鸦又指示了 你姓宝密吗 他很有经验 心神灭血呢 乌鸦怎么说 他说 保安队已经开始训练新兵了 让我们不要等老魏了 先把我们的同志 安插进去再说 有多少派多少 先训练一批 选派过来的都是老兵 战斗经验丰富 还有必要训练吗 必须隐藏身份 当新兵训练 有五六十个同志明天就能到晚 先派过去 对了 造一份化名册 让乌鸦交给李三强 明白 他们的身份都安排好了吧 安排好了 有船工 种庄稼的做小买卖的 还有学生 老家呢 都是从北边伦县区过来的难民 户籍是假的 好 走 妹妹 你还记得你马大哥吧 他刚回石牛寨了 是那个马力水吧 当然记得 是和朴祖城五度俱全 我记得有一年去咱们县城 为了一个妓女跟人大打出手 把人打伤了 最后还是咱爹给他从警局捞出来的呢 男人嘛 风流点正常 他那叫风流吗 是下流 人家现在可洋气了 张口闭口都就是洋文 那个叫摩尼 什么摩尼啊 那叫摩尼 是早上好的意思 他要是那么有本事 为什么不留在省城啊 他留省城干嘛呀 老家那么大一份产业 他回来 这份产业全是他的 就是 你也在省城读书 不是也回来了吗 还跟我能比吗 我说省里派回来 当县长秘书的 我可不图我爹的财产 有志气 但是志气 值不了几个钱 你以为都像你似的 就是到做买卖赚洋钱 俗气了 做买卖怎么俗气了 做买卖这里边学问大了 你不光得会算账 还得会算计 我写够了吗 嗯嗯 上路 走 走 走了 知道怎么才能打好枪吗 打枪的时候 手要稳 心要定 才能打好枪 好 来 现在我们先开几枪 练练弹 再练准头 预备 铁锤 等一下 别一开始就浪费子弹 先教老谢他们 让这些新兵蛋子先看看 是啊 铁锤 先教我们几个 好歹 我们也摸过几天枪嘛 子弹倒是浪费了不少 可就是找不到窍门哪 好吧 老谢 你跟我来 好 不要蠢 开箱 败家子 天天把钱往水里扔 你不心疼我这个做掌柜的 还心疼呢 我忘了来世的方向 忘了走的路有多长 是否跟着完整的河流 就能找到漂泊的海洋 我记得你笑的模样 记得你沉默的悲伤 是否追着病患的云朵 就能找到遗忘的时光 就能找到遗忘的时光 我爱你恋你恨你愿你我都不曾想 我夏里念你流云寻你秋入梦一场 你走过的地方 走过的地方 我爱你恋你远你恋你我爱太迷茫 我来过的地方 我爱你迷你留你虚拟我爱太迷茫 你 是夕阳 只是分叉路口 有你的花香 Zither Harp